然後到屬狗 因為今年太歲雙刑 刑是非比較多 所以在頭副方面排第十二 所以除了范太歲充太歲之外 輪到李就排第十了 所以是一般的 所以感情方面就不是很穩定的 有時太歲雙刑比充太歲更差 因為充太歲來講 代表離或走是比較極端的 太歲雙刑是有是非又不能夠解決 所以無論感情又好人緣又好各樣東西來講 今年都不是很穩定的 腸胃亦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屬羊和屬牛 有時我都不記得說腸胃容易出現問題 但屬狗特別容易留意腸胃問題 所以腸胃比較差是非比較多 尤其是農曆三、六、九、十二 這四個月特別要留意的 所以身體和感情方面就一般的 但財運始終都不錯 因為今年牛龍、羊狗這四個生肖 財運都不錯 所以財運就排第三 但私人士肥特別多 吉星有天德、福星和攀岸 天德紅胸化吉 福星貴人星、攀岸地位提升又進步 那空星就短蝕 容易口對口、面對面談、吵架 所以今年來講 吉星比較多、空星比較少 財運不錯 感情方面 今年就不要理他了 如果你已經有穩定感情特別容易 爭吵、吵架、感情不定 如果你單身的 好大機會繼續單身下去 因為今年桃花機會不是很大 如果生在3月6日、8月8日之前 因為仍然在行運 這個是非來說 亦都是逆流而上 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你生在8月8日、3月6日之前 因為始終你是寒命人 今年又太歲雙營 運氣來說就看下降少少少 雖然說財運排第三 可能是最後的第三 都是麻煩的 可能比人家好少少 那意思而已 都不是這麼樂觀的 今天就到屬豬了 屬豬來說 今年財運排第11 桃花排第7 為什麼財運排第11 因為家一沒有人不太好 又不是特別差 因為屬豬其實都比較平 因為今年牛年 你的豬叫做太歲搖合 搖合都是擁有遠方貴人輔助 如果你做的事 經常跟遠方接觸 做外國人生意 今年都看高一線 又加上今年是逆馬天馬年 又有千年外出變化 或是像走動比較多 今年來講 桃花排第7 因為始終你都叫做太歲搖合 合都是代表人緣好 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 無論人緣又好 感應又都比較穩定 只不過財運方面 可能要加倍努力 才找到人家一半的財 因為今年吉星得天馬 又不是特別算 吉星只是代表走動比較多 但是空星又沒有 空星有天狗 吊客都沒有特別代表 屬豬的 樣樣要靠你自己 親力親為 努力就找多些 不努力就找少些 但是努力也要看春夏秋冬 什麼時候出生 如果你春夏天出生 平命熱命人 就可以努力一些 如果8月8日 3月6日 之前出生 寒命人 努力也沒什麼用 平穩過渡 這一年 等明年 2022年再拼 都不像 因為2022年到2021 又是你的天下 到最後屬鼠 屬鼠今年都不錯 因為2020 梵太歲 2021 梵太歲 非常極端 梵太歲 現在已經有悲觀 負面情緒 經常有決策 錯誤 都沒有好結果 或者拿錯誤 今天梵太歲 希望合作溫定 人員好 一個不穩定的連接 一個很穩定的連續 一個很穩定的連續 不錯 雖然說 財運排第8 但其實都不錯 因為如果 比起2020 梵太歲一定好很多 所以桃花 排第4 因為除了紅蓮天 在閒池外 就輪到你了,因為合作保持穩定,人員好 所以如果2020年范太歲結婚或有嬰兒,今年是正常的 如果去年一共不幸,范太歲分了手 今年來說都要努力一點 雖然今年不是桃花年,但是今年太歲相合年 合的意思是感情穩定,看會否碰到以前已經認識的人 來到今年之後就會走在一起,如果走得一起,今年就比較穩定 除了今年太歲相合容又貴人人員好之外,吉星都比較多 有墨月,歲合和玉堂,墨月地位提升,有進步 歲合貴人星,玉堂也是貴人星 所以兩個貴人星,一個地位提升,有太歲相合人員比較好 空星有什麼?孤虛和病庫 孤虛和孤神差不多,心前覺得孤獨不是很開朗 如果你去年分手,來到今年當然是孤獨不開朗 如果結婚或有嬰兒,可能突然情緒出現波動 因為結婚有婚後情緒問題 生嬰兒過生了之後比較過分擔心也不出奇 所以孤虛是心情的問題 病庫少就病,不用理會 但因為2020年會延到今年4月5才完 這個病庫可能農來1月2月,你都稍微要留意一點 今年運氣方面 如果你生在8月8之後3月6之前 去年一定一般的,來到今年始終都好一點 雖然未真的行運 因為始終行運要2022到2027 木朵樓樓才對你有利 所以今年來講,雖然不順利 都好過2021、2020很多 生在3月6之後,8月8之前 因為去年范太祥可能拖慢了你的運用 而決策錯誤 來到今年要努力進攻 希望最後一年再爬升一步,那就好一點 所以屬數的你今年來講 桃花排第四 運氣就排第八 排第八都不是太差的 自己跟自己比,2021一定比2020好很多的 拜拜